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在今天的 Excel 基础课程中 我要和大家介绍非常实用的筛选功能 在上一次的影片中 我们有和大家聊到排序 我们知道排序是将一群无序的资料 以数值大小、字母顺序等方式排列出来 那什么是筛选呢? 所谓筛选就是 Excel 会根据你所设定的规则 把符合条件的资料显示出来 而把不符合条件的资料隐藏起来 让我们可以更有效率的进行资料分析 好,那如果今天我想要针对表格套用筛选的功能 首先我得使用滑鼠点选表格内的任意一个储存格 然后到上方的功能区 点选排序与筛选 再选择筛选 这时你会发现在标题列的地方 出现了许多带有箭头符号的按钮 这每一个按钮都可以用来筛选栏位中的资料 举例来说 如果我想找出这个表格中 类别为农产品的商品 我可以点选类别栏的筛选按钮 并在选单底下将全选的勾勾取消掉 再勾选我想要显示的农产品 然后按下确定就可以了 那如果除了农产品之外 我想要另外再增加乳制品的显示 那我可以重新打开筛选的对话框 并将乳制品也勾选起来就OK了 而筛选这个功能强大之处 就是你可以针对多个栏位来进行复杂的筛选 譬如我想从目前的筛选结果中 再另外找出宅配这个通路 那我同样可以打开商店栏的筛选对话框 并将宅配勾选起来 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有哪些资料符合我们的条件 而栏位的筛选条件可以随时移除 你只要开启对话框之后 点选清除商店的筛选 这个栏位就会恢复原来的状态 而如果你是要还原整个表格的话 你可以在功能区内点选排序与筛选 点选清除来移除所有的筛选条件 或是在选单中直接点选筛选来关闭这个功能 在进行文字类型的资料筛选时 Excel也提供了一些模糊比对的功能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今天想要找出所有姓李的业务员 我可以开启业务员的筛选对话框之后 点选文字筛选 再选取开始于 以姓名来说就是指姓氏了 接着在对话框内输入里这个字 再按下确定 就可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资料了 Excel的筛选也有提供排序的功能 因此像中文类型的资料 我们可以依据笔画来套用由少到多 或是由多到少的排序 至于数字类型的栏位 你也可以套用由小到大 或是由大到小的排序 除此之外 数字类型的资料有所谓的数字筛选功能 像是我们可以去寻找高于平均的资料 介于特定范围的资料 假设你想要查询金额最高的有哪几笔交易 你可以点选前十项 在对话框中 你可以将排名设为最高或最低 单位也可以设为项或百分比 如果我在中间的栏位输入5这个数字 那所筛选出来的就是最高的无比交易了 至于日期类型的资料 Excel也有提供日期专用的筛选条件 譬如我们可以查询特定日期之后的资料 在对话框中 可以点选月曆按钮来指定日期 再按下确定 我们也可以查询上个月的资料 或是这一季的资料等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色彩筛选功能 要测试这个功能的话 你可以按住Ctrl键不放 先选取几个你要上色的储存格 再到上方的功能区 来套用你喜欢的色彩 你可以重复这个步骤 来将其他的储存格套用不同的颜色 来代表资料的不同重要性 而之后如果你想要依据色彩来进行排序的话 你可以打开筛选对话框 点选依色彩排序 再点选制定排序 在这里我打算将红色的资料排在最前面 因此我将排序方式指定为项目 排序对象为储存格色彩 并且套用红色 接着我在左上角点选新增层级 重复先前的步骤来指定黄色的资料为第二顺位 最后再指定绿色的资料为第三顺位 按下确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排序的结果咯 如果你只要显示特定色彩的储存格 你可以在选单中点选1色彩筛选 再选择你要的色彩就可以了 OK 那今天关于筛选的介绍 我们就说到这里咯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